我觉得一个管理者 第一要懂得倾听 你一定要听 听到你的所有的干部的声音 听到了以后 你才能做正确的策略 她是莱英丽 过去以长笛公主的称号 哄遍全台 现在则是最美丽的 韩社集团动作 莱英丽在2000年 与韩社集团创办人 蔡晨阳结婚后 便淡出乐坛 涉足饭店管理 如今她长有台北喜来登 韩社爱美 娇西韩木的经营权 其实我觉得 很多方面也可以说 我还是都不足的 我如果说财务方面 什么时候不懂的 我也会请我们的财务长 帮我做一些讲义 那如果我有什么地方 不太懂 我一定会不齿下文 她认为 一位优秀的管理者 不一定要全能 但要懂得用对人才 你可以借用 比你更厉害的员工 来帮你做更好的事情 跟他们我也学习了 非常非常多的 专业的知识也好 还有就是 整个经营的这些细节 员工眼中的赖英莉是一位温柔的老板 从不责备员工 而她是这么形容与同仁间的关系 我的同事们真的 真的说老实话 有点像我的家人 他们都非常的照顾我 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应酬 当我的一些员工帮我服务的时候 都舍不得帮我倒 多倒一点酒 去年一月她的先生蔡晨阳 因为心肌梗塞过世 赖英莉接下董事长的职位 一肩扛下集团营运重任 蔡晨当然我们会 她会了解说 这个酒店啊 方向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她非常放心地授权 授权给我们 就是包括我跟我的团队 她是非常相信我们的 至爱过世后 被问到如何调适自己的情绪 赖英莉不愿多谈 用工作冲淡悲伤 或许是她疗伤的最佳方式 我们旅行大概大部分都是工作 去年这一年来 真的是忙得不得了 这项上市非常非常 今年八月 她将率领全新品牌 韩木进居宜兰郊西 面对近期观光产业下滑 她并不担心 我们都是非常谨慎 而且有把握的 我们才会去做 虽然在郊西饭店很多 竞争也很多 但是这边的平均房价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比台北还要高 再加上全年的住房率 其实可以说是真的跟台北不相上下 这间五星级的酒店 已延续韩社一贯的艺术氛围 我们有三百件的艺术品 最主要的主题 其实跟大自然有关系 我们希望宾客来了以后 休息之外呢 她还可以感受到一些心里面的宁静 至于韩社未来的计划会如何 赖英里则这么说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拓展我们新的店 往这个专业经营人的方向再走 分工很做的 从长笛公主 蜕变为韩社掌门人 谈其饭店经营充满热情与企图心 虽然另一半已经不在身边 但她仍信心满满的带领集团迈步前进